所以各位我們活在一個最好的時代 未來是一個藝術性、多元性、創意性的時代 只要我們掌握了藝術家創作的能力 沒有我們做不到的事情 這四個英文字就是整個學習的歷程 第一個字是哀 以前的人就是哀行人 哀就是一條直線 以前的人學任何東西 不管是學醫 或者是學一種技術 哪怕是雕刻 哪怕是打鐵 甚至是做農夫 他一輩子只能做一件事 必須要用到三五十年的時候才能學會一件事 在二三十年的時候 他就提出了T型人這種概念 我們除了要有一個專業之外 我們還要能夠平行的學會很多東西 最少需要兩個技能 那麼這十年來 就提倡了拍型人的部分 你下面必須要有兩條專業 但是你要有更多的平行的藝術能力 這不就是說的就是藝術創作者嗎 這兩三年來就是這個斜槓了 第四個斜槓 那麼在國內我們叫跨界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有多元的能力 其實人生下來本來就是多元的 那可是我在最近的各種教學裡面 我又提出了一個新的部分 未來的人們是Omega型的人 這個在羅馬拼音裡面叫Omega Omega的人生就是它是一個圓圈的 它的起點跟終點不再是那麼的明確 從出生那一刻開始 我們就是不斷地學習成長 而我們學習成長的過程很快 又被時代給拋棄了 我們又要再學新的東西 新的東西學會了 又很快又被時代拋棄了 我們又再要學習更多新的東西 所以Omega就是一個圓形的 不斷重複的圓圈 來讓我們的人生變得更好的一個部分 就像摩爾定律裡面所講的 每18年就會有二次的一個翻倍的一個方式 而過去21世紀 我們有兩萬個學習的經驗 但是21世紀兩萬年來所學的東西 可能現在人一年就學會了 人類適應新東西的能力 其實需要花上10年到15年才會學會一個新的東西 但是新的世代 現在是每5年一個翻倍 每5年就是一個新的學習定律 所以大多數的人是跟不上了 許多現在分類成文學的理科的 這些人他受到自視的僵化 他所學的都是過去10年 100年1000年的東西 他沒有辦法更快速的學習 他沒有辦法快速的減少落差 而身為藝術家創作的我們 每一分每一秒我們都在推翻過去的自己 每一分每一秒我們都在學習新的未來 所以Omega的人生 新的藝術人生 不就是我們活在最幸福 跟幸運的這個時刻嗎 不知道各位看到這位老先生 知道他是誰嗎 知道的可以在聊天室裡面 打上他的名字 也許有些人已經猜得到 知道他是誰了 他是達芬奇 我在學心理學的過程當中 特別對於達芬奇的經歷 是特別的花時間去了解的 尤其有一種 學習方式叫多元智能開發 人生下來就帶了八項的能力 所以就像達芬奇先生 他既是政治家 又是繪畫家 又是設計家 第一個人類的直升機 就是他畫土出來的 他又是辯論家 哲學家 醫學家等等 人是什麼都學得會的 只是現在的教室性的學習方式 制約了人的想法 所以我們必須要回到達芬奇的 七個天才的一個能力 就像他各位圖上可以看到 這些都是他醫學科學 各種方面的一些製作過的資料 我曾經搜尋資料 191496年的時候 在達芬奇的筆記 某一天 他就寫下他今天要做的幾件事 我們就看到了 他在一天可以經歷許多的學習過程 而這些不僅是我們的未來 也是現在孩子們的未來 如何讓未來AI化 機械化的時代來臨 人類可以做的事情越來越少 因為大部分的事情都是機器去做了 而人類更要做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創造力 藝術性 而這些就是我們經營了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讓圍繞在我們身上的特殊能力 現在不僅僅是我們要學得更多更好 我們也要教導下一代們 放棄事物性的思考 放棄事物性的工作 學習藝術家的生活 這才是我們真正要追求的 現在跟未來 這個是二十幾年前的書 這是在台灣出版翻譯的 這本書裡面就詳盡的介紹了 達芬奇的各種能力的一個發展過程 這裡面圖表就是講過了 達芬奇的七個天才的一個全腦 思考的一個過程 那麼細節我們今天是沒有辦法討論的 這個叫麥美品圖 就是一種思維導圖 那麼也一般人的時候 它是條列式的思考 叫做順序式1234 而這樣的思考 它很容易被制約跟限制 達芬奇他就發明了這種 樹狀結構圖的思考 可以源源不斷的發散 隨時可以插入 隨時可以發想 所以這是一個叫麥美品的思維導圖 那麼大部分的藝術創作者 其實他就是圖像性的思考 也就是這種麥美品的思考方式 是